我是这样的,我是在,我本身是college毕业,然后在财务,就是在财务这个领域,端端续续了,也干了差不多近十年,但是好像就是一直也不是特别得要领,然后我就决定来上这个也是大名鼎鼎,维多利亚学院来学习,因为有的,我也有朋友就是通过在维多利亚学习,然后找到很好的工作,然后我也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是慕名而来, 然后通过就张,我是六月份上的张老师这个会计经验班,然后我真的觉得真的是非常有帮助,真的是受益非浅,在张老师的课程中呢,他把就是北美对财务的整体的要求,然后包括具体的做AR怎么能够得到,做AP怎么能够得到认可,做AR怎么来应答一些问题, 然后还有包括做Payroll的时候,一些比较关键的点,老师都讲的挺透的,在那个有关那个Quakebook软件这块呢,我也觉得是因为我在,在考虑上学的时候呢, 学那些软件是一大本厚厚的书做下来,觉得还是不得要领,但是张老师这课呢,他是用非常简单的, 就一片这样的问题,然后practice,然后自己心里就有数了,然后具体的,就是其实真的都是一些非常精华的,张老师课上讲的都是一些非常精华的点, 还有就是因为我在快捷系事务所做了两年,但是就是怎么做AR案的还是搞不明白,然后张老师非常非常耐心的, 我也是属于问题比较多的那种学生,然后张老师真的是非常耐心,百问不厌, 然后我通过张老师的课,通过跟张老师做这个练习,然后最终我把这个AR案的搞明白了, 而且张老师的课就是除了在,教一些这个具体的,财务技术上的问题, 然后还有就是,像还有针对每个同学,量身制定,都会有一些在真正的工作指导,包括在北美这种文化, 环境下怎么来去适应,然后总之的话就是,在上张老师的课,量身制,就是这个心理就比较有数, 然后比较自信,然后我是六月底上的张老师的课,然后在八月,八月底吧, 然后我就是拿到了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over,觉得,我觉得挺开心的,然后也比较顺利,挺满意的, 然后总之我觉得张老师真的像维多利亚那个Maria校长说的,是一位适得高尚的这个好老师, 然后剩下的可能就是需要我在工作中不断的改建,然后不断的学习, 还有一点非常感谢张老师,就是我现在在工作中有什么问题, 我会问张老师,张老师也都是,真的是给我一些非常, 非常这个,就是非常能够感觉到替我着想,然后非常适合我的一些指点和一些指导, 总的就是这样了,真的是非常感谢,然后也希望同学们通过张老师的课都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, 谢谢大家